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29号星期五 欢迎您收看自由亚洲电台从华盛顿播报的亚太联播 我是景轩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河北表扬抗洪救灾最美人物遭网民炮轰 提获台湾旅游车司机属于酒驾 中国热评聚焦 延黄春秋停刊和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对华政策 河北省委日前发布首批2016抗洪救灾最美河北人名单 其中共有11人获得表扬 包括多名村干部 此举遭到网民集体炮轰 请看杨帆的采访报道 河北省自7月18日至20日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造成多人死伤 省委宣传部27日在景行县抗洪救灾现场 发布了第一批2016抗洪救灾最美河北人 首批获此殊荣的包括景行矿区凤山镇党委书记吴爱庭 景行供电公司抢修队队长胡二发等11人 官方的报道称赞 上述11人不怕困难 舍身忘死 勇往直前 是防汛抗洪救灾众多英雄的优秀代表 对此 石家庄维权人士牛领差29日 接受本台采访时直斥 感到非常生气 认为当局急着进行表彰 完全忽视了是人为原因造成了多人伤亡 那么多的人水过了以后都在地下死了 他还表彰他不说规则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造成的这个 大夜一点就放开水了 人们还是在睡觉 我们百姓这个人的命都卢草剑 我很欺费 什么国家呀这是一个 网上的舆论也几乎一面倒地批评和被省委的做法 一名警刑县灾民29日告诉本台 他不知道受到表彰的村干部做了些什么 但他的亲人在洪水中失踪 至今没有寻货 而他们村的村干部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甚至连物资也没有发放到位 我们家现在人还找不到呢 一直就是我们家里边自己家的人找 没见住有什么村干部什么 给你派人一块找什么没有 而且现在有村子里边 有的人家那个动那个就在物资的那些 村子里边的村干部 就说他们家没人住 没在家然后就不给了 这跟给不给有关系吗 人家受灾了就得给人家 凭什么你就可以做多 人家不在你就不给呀 什么村干部啊 该灾民向记者表示 村干部无所作为 但却没有受到问责 这也令他十分无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北京感言杂志炎黄春秋杂志社就上级主管单位单方面撕毁合同 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 7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苏仲方代表律师莫绍平称他们将提起上诉 请看乔龙的报道 你不能动手啊 然后我的药 我的饼干 近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连遭中国艺术研究院方人员骚扰 7月26日是北京所有企业交税的最后一天 炎黄春秋也不例外 必须当天向税务局递交报税表 当天上午 该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陪同财务人员到编辑部 但在门口遭到强占一方堵住大门 不久前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撤换的炎黄春秋 前副总编辑王延军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文化部属下的中国艺术学院 7月中旬单方面终止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合同 自行任命社长总编辑又派人进驻该杂志社编辑部接管财务 并控制炎黄春秋网站 炎黄春秋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恢复原有合同 7月28日下午朝阳区法院宣布不予受理该诉讼案 代理此案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莫少平 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称 法院认为此案不是平等的 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 莫少平律师说 炎黄春秋杂志社不接受法院裁定将提出上诉 肯定是要在10天之内提起上诉的 那么我从代理律师的角度来讲 我也不认同朝阳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理由 因为炎黄春秋杂志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 都是一个事业法人 而且都在同一个机构 就是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注册登记的 两个事业法人通过一个协议 约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的事项 这个不属于内部管理事业 莫律师举例称 这如同一个企业与员工签署的劳动合同 也是平等协议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面宗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中国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的 二房长子霍文芳 卷入中国内地巨额基金诈骗纠纷 涉案金额达40亿元 其中有投资人可查的资金达20亿元 数以千计的投资人委托 约50名代表 7月28日从北京抵达香港后 前往铜锣湾时代广场 和霍家大宅抗议 29日再到霍家的公司示威追讨投资款 请愿者代表李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他们是被霍英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头衔所骗 霍英东的儿子霍文芳呢 从2009年开始在北京成立了一个 叫六宝基金的资募公司 那么并且以北京六宝公司为中心 在大陆多个省份成立了相应的分公司 我们下落的几千个人 由于相信了霍氏集团 也相信了霍英东先生的威望 那么我们投了资 结果呢从14年开始 他们发生了对付危机 根本在兑现不了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利息连本金都还不上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采取了乍现的行为 他们虚构了多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假项目 来吸引我们的进一步投资 请愿者表示 他们来到香港 是要求特区政府协助调查或文方 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三拒绝 在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到期前 处理本土派提出的 针对参选确认书的司法复合 一批民主党成员星期四到选举事务处抗议 要求当局立即撤回确认书 请看陈盘的报道 大约10名民主党成员游行到位于湾仔的选举事务处 他们指选举主任只能根据 立法会条例中列明的六项条款 决定参选提名是否有效 并没有资格通过确认书审恶参选人的证件 用以判断参选人是否合资格参选 民主党副主席罗剑锡表示 港府的做法违反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民主党会向联合国投诉 被认为是确认书针对的头号人物的梁天吉 当日决定妥协签署确认书 并向选管会发出律实信 表明不会继续主张和推动港独 同样就确认书提出司法复合的声明言吴文远 同日报名参选立法会主任西选区 他拒绝签署确认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道 台湾检方通过调查发现 发生大火并导致26人死亡的大陆游客旅游车 司机的遗体里酒精含量超标 司机属于酒驾 不过很多其他同行业的人都认为 这报告结果很意外 因为喝了这么多的酒上路 不可能导游和乘客都没发现 请看黄春梅的报道 陆游客团火烧车意外 事发后10天 桃园地检署公布初步调查报告 苏性驾驶酒测值严重超标 桃园地检署主任检察官王毅文表示 苏性驾驶的血液、尿液、胃内容物检体 经检验后 换算土气酒精浓度达每公升1.075毫克 血液酒精浓度达0.215% 已经违反上开规定 酒测值破1在台湾的换算中 相当于连续喝下16罐的啤酒 这样的报告听在游览车司机同行而里 都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司机驾驶一定会吊罩或是开除 不会有人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游览车司机表示 老经验的驾驶说 这一团路客是从台北内湖的免税商店离开 如果司机这么醉 车子早就一路飘移 很难再开一个多小时到桃园 不只是司机们对调查报告窃窃私语 有台湾导游表示 导游就坐在司机隔壁 这么浓的酒精味不可能闻不到 而在台湾的大陆观光客听到火烧车疑似是司机酒驾招货 有人说这理由实在有点牵强 检方日前在车内采集比对都有汽油 而且还在驾驶舱发现两个烧溶的汽油容器 也在行李舱找到三个装有汽油的宝特瓶 目前正离经火烧车是电路设备起火 还是苏明成有自杀自焚的可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据韩联社报道 朝鲜当局遵照 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指示 已于5月5号在平壤江建综合军官学校 公开处决了6名涉及今年4月 朝鲜驻华餐厅员工集体投诚事件的负责人 此前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 今年4月8号在记者会上证实 13名在中国宁波一家朝鲜餐厅的工作人员 集体投奔韩国 另外三名在中国陕西的一家朝鲜餐厅员工 也于5月底成功抵达首尔 希拉里·克林顿7月28号晚上 在费城举行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正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 现年68岁的希拉里 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 女性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在演讲中再次强调 美国民主机制的核心价值 呼吁两党选民与各族裔 团结面对国家面临的挑战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浏览更多内容 我是景轩 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中国热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在每周五准时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评节目 我是主持人景轩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要来关注 炎黄春秋停刊后 表示要将维权进行到底 以及美国大选选情将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那么今天来到演播室参加讨论的是 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夏宜梁教授 夏教授您好 景轩好 各位好 一位是前网络杂志大参考的创办者 时事评论人士李洪宽先生 李洪宽先生您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还有一位是通过skype参加节目的 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前资深法官钟景化先生 钟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三位 中国知名感言杂志炎黄春秋 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接管之后 杂志社一致推选副社长 也就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华挂帅 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再打产权战 日前胡德华却因试图进入杂志社被阻 他表示这种行为 不是当局所强调的依法治国的方式 好我们知道这个炎黄春秋 他其实是一个有着自己光环的杂志 比如说他被称为是党内自由派的言论阵地 甚至是被习仲勋称赞办得不错等等 其实细心的人会发现 那么炎黄春秋被整肃 其实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这一次看来是习近平下了很大的一个决心 那么几问嘉宾觉得 习近平的这个决定 要彻底整肃炎黄春秋他的立足点在哪里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夏教授 首先是共产党前些年就开始说 不准有七步讲这一说 七步讲里面有一个就是讲 对党的历史性的错误不要提及 那么就是说炎黄春秋他发了很多的文章 都是当事人回忆过去 比如燕安整风运动 比如说这个五七年反右 然后这个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这有很多这样的真实的这个资料的披露 尤其是当事人是党内的高层官员的披露 让人感觉到出目惊心 所以呢这个在虽然讲它是一个党内的进步刊物 但是呢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发行量也挺大的 就是它本来是应该算是体制外的一个杂志 但是呢它后来竟然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作用 其他的杂志都没办法达到的作用 当然它也有点官方的背景了 好 李洪宽先生 他的这个背景就是这些人都是有来头的 这些这个董事会也好 或者是这个决策人员也好 都是中共的老干部 民间有个说法对这种人 就是说叫两头针 就是说共产党的干部当中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参加共产党革命的时候 是抱着真诚的要为中国增取民族解放啊 或者是增取自由啊 一开始是真的 后来在共产党里混了多年之后呢 发现很多问题 更这个这些东西就后来不能合拍 有的可能就离休了 离休之后呢 就说话的尺度比较大 这个炎黄春秋呢 给他们提供一个阵地 其实很难说他们是自由派 他们就说是在共产党的这个言论管制的大环境之下 他们打的这个擦边球呢 比较艺术性比较高 过去有披露说过去有27次 领导要想把这个杂志关掉他 那么27次都挺过来了 就是因为这老干部们他都是有背景的 他老部下可能现在是中央委员 那么一说话就停了 现在这一次看来是习近平是动了真格的了 要痛下决心要把这个杂志关掉 现在说那您觉得这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吗 说不上 因为你要讲他到底算谁的杂志 就是他可能是党内的一些元老 尤其过去是萧克 那萧克你要说他算哪边的人呢 算毛泽东的人呢 还是算邓小平的人呢 都说不上 那就是讲的就是有一些党内的这些高干呢 经过几十年的反思 他觉得党内有些东西应该告诉大家 应该不是说全部的真相 但是部分的真相 就是这点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现在我们来看 其实这个炎黄春秋 他的这个维权之路并不是那么好走的 胡登华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过 他说这个炎黄春秋不是国企 那么国家没有投过一分钱 现在不能说是一纸公文就把它归功了 这就好像是在一种掠夺的行为 那么据说法院现在也是一个没有理由 但是不与立案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我想听一下几位嘉宾对这一现象怎么看 我想先听一下这个钟律师您的看法 关于这个情况呢 我昨天好像刚刚看到 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已经做出了一个裁定书 对他们这个起诉呢 就是裁定不予受理 裁定不予受理 那么他的理由呢 就认为呢 这个他这个起诉呢 不属于这个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所以呢 不予受理 根据媒体的披露呢 这个炎黄春秋的代理律师 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莫少平 他们已经呢 表态了 他要会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呢 提起上诉 他们认为呢 这个应该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作为我个人来认为呢 不管是这个银房春秋也好 还是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好 根据媒体披露的资料 他们都属于呢 大陆所说的事业单位啊 都是属于事业单位法人 那么从这个民事主体 这个法律条件来讲 我认为他们都应该属于平等的主体啊 林洪宽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实际上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啊 只是一个白手套而已 它实际上是你告他呢 其实你就是告赢了 你也拿不回钱了 它主要涉及到 大概有800万人民币的这个一笔资金 就是这个炎黄春秋呢 在过去的这个这些年的经营当中啊 还是算成功的 就是他咋这个擦边球 他这种出版思路啊 他的这个风格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读者群 而且有相当影响力 而且经济上啊 这个已经取得了成功 现在这个成果呢 就有人要掠夺这个成果啊 这个在在严格的这个司法环境当中 法治的环境当中 这个打官司是值得一打的 但是在中国 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法治环境 它是一个人治的 他这个要关他 要没收他的财产 要关他的这个杂志 这个压力绝对不是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 也不是来自中共中央 那就是来自还要高的这个权力背景 所以这个的话是中国的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黄春秋呢 这个杂志呢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 按照知识产权的概念的话 就是这个品牌本身 它有相当的市场价值 它现在不但是要掠夺 它现有的这个财产积累 而且还要把它这个品牌掠夺过去 这是这个各位同仁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这点呢就是说 而且中国艺术研究院 跟它原来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这样强行的把它纳入到旗下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说穿了就是党这个对意识形态 对这个媒体的一种粗暴的干涉 没错就像几位刚才谈到的 我们知道这个杨黄春秋的社长杜导正 他是一个老党员 体制内的老党员 前几天呢他发表了一篇 言辞非常激烈的声明 同时还表示一定要斗争到底 那么现在社会舆论也发出了两种声音 那么一方面觉得这个杨黄春秋不值得同情 那么另一方呢又觉得 那么杨黄春秋作为体制内仅存的一个 稍微正面一点的力量 这样这样一个被这样就被严厉停止了 还是会感到惋惜 我想听一下几文嘉宾对现在这个社会舆论是怎么看的 萧教授 首先那个现在有些人发起了这样一个呼吁签名的活动 说大家都要声援这个杨黄春秋 有些人就表示不愿意签名 那不愿意签名原因就是说 他们是共产党内的 他们是补天派 他们搞来搞去还是要希望共产党就能够进步一点 没有想推翻共产党 那推强派就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是说就算是有点同情也没必要表达出来 这是一种看法 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 当这个反对派推强派没有办法在体制内有所作为的时候 或者讲作为的风险非常大的时候 那么体制内的 你不管它叫补天派叫什么 它只要能够发出点声音 无论是任志强还是杜岛正 他们总还是能够在共产党这个有限的空间里边 做一点推进的工作 这个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好事 所以这个意见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的看法是比较倾向于后一种 比较宽容一点 就是说尽量的把各种力量 因为你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你不可能说都大家比这个态度的立场的这种纯净 好 李洪宽先生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间能做的呢 就是说从道义上应该去乐见这个事闹大 就是说因为这个它有这个象征意义 如果这个官司能最后能打出来 即使打不成 也让读者让中国人知道有这么一个意识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辛辛苦苦的 你说它是一个企业也好 说它是一个事业也好 搞了这么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那么就是说没就没了 其实类似的事情在过去30年当中太多了 你像这个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 深圳青年报 什么六四之后关掉的什么 葛阳办论杂志新观察 说关就关了 什么资产人全换掉了 还有那个战略管理 我曾经也担任过编辑的 这个战略管理也是被强行关闭的 没错 就是共产党在这个对待这个民间的 稍微有点进步色彩 有点影响力的这个文化企业也好 媒体也好 它就像你死一只苍蝇一样 你才死一只蚂蚁 它完全就没有 民间不可能有任何的声音可以反映出来 现在炎黄春秋居然在死之前 还能够嚷嚷点声音出来 让老百姓知道有这个事 我觉得这也是一点进步意义 好 钟先生请您简单总结一下 您对社会舆论怎么看 我首先更加认为 这个属于一种社会的一种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是指的支持的 不管银蚂春秋 你说它是体制内也好 还是体制外也好 至少它在这么多年来 它发表了很多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一些文章 而且更多的是属于一种批评的这么一种态度 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情况下面 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声音 尤其是批评的声音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炎黄春秋它的积极意义 是存在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好 下面的时间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美国大选的最新进展 民主党周四正式提名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为本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 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 在上周共和党大会上也正式接受提名 好 我想问一下几位嘉宾 对现在这两位总统候选人 你们是怎么看的 特别是他们的对华政策 夏教授 希拉里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家 他过去丈夫任总统的时候 他也接触了很多 那他对中国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和了解 过去他在对华政策上 还是倾向于经常提及人权这方面的议题 应该这个方面发的声音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川普这个人呢 他过去讲了很多赞美中国强权政府的这样一些话 包括对六四的态度都非常的暧昧 他说这个很羡慕当时那种果断的行为 包括能够控制住局面了 这种讲话是一种反人类的说法 所以这点是我们对川普非常要进行严厉谴责 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呢 现在应该说这个希拉里对华的政策 我们估计是比较稳定的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川普究竟对华政策究竟会怎么样 尤其是在经济贸易上 他说要把中国人夺去的就业机会 再把它夺回来 那说了很多有关这个反对自由贸易方面的一些话 我觉得他这些话呢都不够成熟 也许他上当上总统之后 美国国会啊或者其他的智囊 会给他新的一些建议 他可能到时候的这个政策还会发生变化 李洪宽先生 这个美国这次选举啊 关于这两位竞选者 这个希拉里呢 大家欣赏他还主要不是因为他是个女人 主要是因为这个人太优秀了 就从政治家无论是从口才干练 他的这个这个从政的经历来讲 这个人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个这点应该承认 但是他不是说很完美 他也有一个政治家 一个政客跟政治家的区别 就是政治家有的时候会考虑成员利益 那么希拉里在这方面是可圈可点的 总体来讲 现在民主党的问题就是 他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呢 他不希望中国有巨变 如果出现了一个催化剂 能够搅动中国政局又 有迅速的改变的话 他们希望把这个催化剂给摁住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那么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改变这种思路呢 这是一个看点 这个谁都说不好现在 关于这个希拉里跟这个川普的这个事情 我认为呢就是说 他们两个接下来不会有对中国的政策也好 不会有跟情急人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呢同时我要提出的就是说 不管是希拉里当选还是川普当选 你作为美国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统 不但要对美国人民负责 也应该更多的关注整个世界的状态 尤其是对中国这个政策 我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太多的着重于这个政府层面的这个外交这个政策 因为我个人觉得中国未来的 应该是在于中国民进社会 我希望他们不管谁当选 都能够更加重视中国民进社会的力量 这是中国真正的以后的未来 终关一下这个美国大选 这个期间的这些流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马上也要在十月份 召开这个十八大六中全会 一边是美国的民主国家在开党代会 那么一边是中共在开党代会 我想请几位嘉宾用简短的时间总结一下 几位嘉宾觉得这个背后有什么不同 李洪宽先生 它本质上是不一样 那个美国这个选举呢 好歹它是一个真正的选举 确实是老百姓在选举 关于这个党代会的区别呢 我想中共呢是习惯于暗箱操作 在大会之前就已经实际上把人选确定好了 每次党代表大会之前 这个一年或者半年里边已经确定好了 谁是最终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美国的这种 这个无论哪个党的大会 它的这个变数非常大 你不到最后一刻 你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样的 好 钟先生请您简单总结一下 一个我讲一下 就是说关于这个两个党代会的 它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就是说它两个 一个是民主的 一个是暗箱操作的 美国的这种 不管是国家的选举 还是党内的选举 包括党内这个初选 他们都是这种 有这种公平的竞争 有一种公开透明的这么一种东西 好 今天非常感谢几位嘉宾的精彩讲解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中国热评再见 我们下周中国热评